公布举行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26号举行首次会议 记者会上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目标将充实40万的可视兵力 其中替代役将成为关键 而现在的替代役分为三个阶段 包括基础训练、ENT1、自我防护和紧急救护 专业提升民防任务和民防教育 另外也指出严谨找寻天数将从现在的三天明年会增加到五天 未来台湾在处理所谓的防卫任性的部分 包括我们现役的替代役或者是被役的替代役 都会朝着专业化然后高科技化 然后更有实际上演练为主来训练 至于要如何达成40万的可视兵力 刘世芳说除了现在的替代役人力外 包含一锦一销、村里长、志愿团体人力 也都会纳入民防编组 而当被记者问到五七丹药是否会存在公庙中 对于民众的担心刘世芳也直接回应 刘世芳认为这个是典型的认知作战手法 也呼吁民众悟性来路不明的假讯息